日前国际奥委会宣布 前主席亚克罗格去世 享年79岁 从2001年到2013年 罗格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12年时间里 他多次来到中国 与中国有着不解的情缘 2001年7月 罗格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 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 第一次为运动国际奥委会主席 颁发金牌 就是颁发给了中国运动员 近日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东奥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孙宝利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罗格任期的多个举动 充分表明了他对中国人民有深情厚意 他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 颁发的首枚奥运会的金牌 就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给中国设计运动员都立 颁发的那一枚金牌 实际上这其中也浸透着 罗格主席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罗格曾连续出席过2001年 2005年和2009年三届中国全运会 让中国的体育事业受到了世界的关注 而因为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 罗格更是和中国结下了一段深厚的情谊 对中国人来说最熟悉的其实就是 罗格先生参加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 闭幕式和其他重要的活动了 其实早在中国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罗格先生就曾经多次来到北京检查和指导 并且参加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节点性的一些仪式活动 他指冲通过2008年奥运会 世界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中国对世界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罗格对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一大贡献在于反兴奋剂 任期内他决定在奥运期间的兴奋剂检测数量翻倍 同时加强赛前和在外检测 存储兴奋剂样品用于日后检测 在孙宝利看来 罗格任内大力的推进反兴奋剂工作 源于他过去的运动员经历 罗格年轻时曾是优秀的翻船运动员 由此也深知运动员干净参赛公平竞争的重要性 他曾经提到过 他说如果我们的家长都因为这些小孩子们服用兴奋剂而不参加体育了 这真正的是体育的堕落和体育的悲哀 他认为他自己是有很强烈的责任 让体育保持他的纯净公平的 所以呢 罗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些严厉的措施 来向兴奋剂开展 也是向世界体坛表明了国际奥委会 推动公平竞争 坚决反对兴奋剂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为了更好的吸引青年人 罗格一手创办了青奥会 面向15至18岁的青年运动员 将体育与教育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 首先呢 罗格特别强调在青年人当中 推广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价值 所以呢 在罗格的积极的倡导下 国际奥委会开创了青年奥运会的 这样的一个大型赛事 那么其实呢 罗格主要的就是想通过青年奥运会的举办呢 使奥林匹克理想回归 然后呢 他其实承担着教育青少年 在身心方面得到协调的发展 然后从而去建立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 这样的一个理想 孙宝丽介绍 对于北京筹办2022年冬奥会 罗格也一直密切关注着 2019年 罗格曾对北京冬奥会筹办送出祝福 他也相信 2022年北京冬奥会 一定会是一场高水平的奥运会 fö下سم明 2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